美国买房有坑有料有惊喜 这里是八戒漫谈美国房产 不搞血腾只讲数据 避坑排雷防气账 美国买房找八戒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八戒 欢迎回到八戒漫谈美国 美国买房找八戒 避坑排雷防气账 大家好 现在是美西时间2021年 7月20号周二 八戒作为加州房地产经纪人 欢迎有生活在南加州 北加州的朋友们 有买房卖房贷款的需求 都欢迎积极联系八戒 获得最新的相关资讯 那么有生活在佛州 德州或者是夏州等地的朋友们 有买房卖房贷款的需求 也欢迎积极联系八戒 那么今天我们重点来围绕一下 关于贷款如何进行申请 包括目前整个在买房当中 不可绕过的几个类别 首先是按照你是第一次购房 还是第二次购房 还是三次以上的这种购房群体 你目前买的是投资房 还是自住房 又或者是度假窝 又或者是叫做第二栋自住房 等等这种类别 八戒详细的给大家从贷款层面 给大家详细来拆解一下 这几种贷款应该如何申请 如何区别 如何对待 对于你们的年底 或者是未来的纳税方面 如何进行税收抵扣呢 那么又会造成何种的区别呢 八戒今天详细给大家来罗列一下 来分享一下 那么有关上述问题呢 如果有喜欢跟八戒聊天的 欢迎积极联系 八戒的微信 或者是加入八戒的微信群组 好那么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先赞后看 转发分享 如果有喜欢八戒的朋友 欢迎积极订阅八戒的油管会员视频 给八戒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好我们这就言归正传 那么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 什么叫做首次购房人 那么按照整个联邦政府 包括加州这边的相关规定呢 在最近三年以内 你们没有拥有过任何房屋 也是在最近三年当中 第一次购买房产的 包括你们之前是买过房产 但是卖掉了 那么最近三年呢 第一次买房的 那么这些呢 就是属于叫first buyer 这些人呢 就叫做首次购房人 在首次购房人呢 按照目前美联储 包括房利美 房地美的相关的贷款的guide line 或者是关于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 相关的财政补贴 那么很可能呢 你们就能够符合相关的税收啊 或者是在首次购房当payment上面呢 能够获得政府的相关补贴 那么在贷款利率上面呢 能够拿到针对你们的最低的利率 那么在首付款方面呢 首次购房人最少目前按照VI loan 或者是FHI的loan 八戒之前有介绍过 那么首次购房人目前是可以做到0%的首付 那么按照FHI的loan 可以做到目前3.5%的首付 那么按照普通的贷款呢 一般是可以做到5%的相关的最低首付 所以呢 根据以上这几个特性呢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它的优势呢 非常的明显就是贷款利率非常非常之低 甚至能够低到0% 普通的呢 只要你们报税够 一般来说做到5%的这样一种首付呢 也是OK的 那么另外呢 就是在政府层面 如果你们能够符合政府相关 对于家庭中位数的这种界定的话 属于中低数家庭 报税也是符合相关资格认证的 那么很可能就会符合当地州政府 或者是联邦政府层面的相关补贴 那么这就是叫做首次购房人 你们目前买的这栋房子完全是用来自住 不可以进行任何的出租 那么这就是首套房的定义 八戒简单的给大家做点罗列 那么第二个呢 来聊一下什么叫做Secondary Home 或者叫Secondary Home 或者叫做度假窝 那么这种呢 就叫做第二栋房产 第二栋房产呢 它是有一些额外的规定 首先呢 它是区别于你的首套住房 首套住房呢 也就是说在一年当中360天 你大概有超过50%的时间 你是居住在你的首套住房 这栋房产当中 比如说你是目前工作在洛杉矶 你在洛杉矶买了一栋房产 那么你工作在当地 这栋房子呢 就是叫做首套房 那么另外呢 你可以买一栋二套房 就是买在圣地亚哥 或者买在Santa Monica 买在这种地方呢 首先它有个硬性要求 距离的你的首套房的这样一个直线距离呢 或者说半径吧 应该是要在超过50个英里以上 一般来说是要超过100个英里 最低的标准呢 是要超过50英里 你不可能说你在洛杉矶这边买了个房 然后你又在旁边的City 又去买了一个房子 然后你说这是你作为度假屋的 那么这一点呢 是完全不符合相关政府政策和贷款银行的相关规定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首套房和二套房 在一个地理位置上面有个区别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在居住时间上面 居住时间呢 二套房它必须是低于在50% 在一年当中的居住时间 你不可以说你在二套房里面 居住的时间超过一年365天的50%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就完全是一个本末倒置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你们这个二套房呢 如果你们在全年当中 你们出租的时间超过50% 那么目前也是不符合二套房的相关规定 那么只能够按照投资房 income property来定义你们这种房屋 就不能够拿到二套房贷款 和相关的这些补贴补助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硬性标准 就是你们自己自住呢 不能够超过这样的一个50%时间 另外呢 出租呢 也不可以超过50%时间 那么最常见的呢 就是可以在海边 或者是在一些山上去买这种度假屋 然后你们在平常呢 没有度假的时候呢 进行一个短租 比如说Airbnb 那么在你们年底报税的时候呢 让你们的会计师去计算一下 你们整个的这一年当中 大概有多少天进行这样一个短租 那么如果不超过183天 那么基本上都是可以认定为 你们这样一个第二套住房 如果超过183天 那么你们在报税上面 就会产生一些疑问 那么就要按照这样一个投资房 来进行相关的报税 这是第二栋房产 那么在第二栋房产当中 大家又要去问 那么跟手套房这样一个贷款方面 又是有何种区别呢 按照目前最新的房利美 房地美的概念 按照普通的银行 这种概念来看的最低这样一个首付啊 你们是必须放在10%以上 那么在手套房呢 最低0%或者是3.5%或者是5% 那么就可以做这种手套房 那么在二套房呢 首付最低是要达到10%以上 这是一个首付上面一个提高首付的要求 另外呢 就是在利率方面 比如说手套房 按照目前最新的 如果是查数贷款 逊分是在760分以上 就是非常优秀的客人 他们整个的各项报税非常的OK 那么按照今天房地美 房地美最优秀的利率呢 大概在30年是能够拿到2.75% 30年固定 那么在投资房或者是二套房呢 二套房今天按照10%的当配 那么二套房呢度假窝最少最少最低的利率 大概是要加上0.25个百分点 也就是在3%左右 那么在投资房呢 还要加上一个0.25个百分点 大概是在3.25% 而且另外呢 投资房它的首付啊 要更加的高 一般来说是要在超过20% 那么可以看到目前 手套房和二套房当中这个区别呢 第一个就是在这样一个居住时间 第二个就是在这样一个出租时间 首套房是绝对不可以用于任何的出租 那么二套房呢 可以在一年不超过50%的时间 可以用来出租 那么自己居住呢 也不应该超过50%的时间 那么另外呢 在目前的贷款方面 首付呢 首套房可以低到0% 大概是在0%到20%之间 或者是5%都是可以的 那么在二套房呢 必须是首付在10% 甚至有些银行呢 要求你首付在15%到20% 那么在贷款利率上面呢 一个是最低的2.75% 一个是要加上0.25个百分点 大概是在3% 根据你每个人的首付比例 根据每个人的个人信用 有一个相关的差别 好 那么以上呢 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叫首套房 一个叫做二套房 那么最后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Income property 或者是叫做Investment property 或者是叫做中文投资法 那么很多在中国的 或者是在美国的 有做过美国的房东 有把这个房子出租给美国的 这些工薪阶层的 他们就应该知道 在美国做房东 那么在美国做房东呢 第一个直观的感觉呢 就是做一个算数题 你目前可以算一下 你买了这种房屋 你的当payment放进去多少 然后呢 你整个每年每个月 需要还的这样一个 本金利息每个月是多少 然后加上你的房地产税 加上你的保险 如果你有HUI费 如果你有物业管理费的话 再往这些东西 全都算进去 然后你再算一下 你这个房子 目前现有的一个月 比如说出租在2500 签一年合同 然后呢 你目前整个的费用呢 只有2300 那么这样的话 你算下来 你的租售比完完全全 非常非常合适 你不仅是有这种 每个月200块钱 这种现金流 甚至更多的 这种纯现金流 而且租客每天一睁眼 都是在帮你 进行还各种各样的贷款和费用 那么这一点呢 巴结在之前 关于投资房 整个美国投资房分析呢 有个详细的介绍 大家可以去回看一下 之前的两期节目 那么在这里呢 巴结就详细的给大家 再来讲解一下 这个二套房 跟投资房 进行如何的鉴定 那么二套房呢 大家知道是每年出租啊 但是不可以超过183天 那么投资房呢 就是说 你这个出租天数 是完全不受任何的限制 只要你按照 income property 你完全是可以出租一天 你也可以出租100天 你也可以出租300天 甚至你一整年都可以出租 只要你在申报的时候 完全进行合规的申报 那么就可以把它定义为 这种income property 那么你们这种房子的 所有的这种利息 或者是维修房屋 这些所产生的费用 比如说你一年 买一个50万房屋 每个月本金将利息 比如说还款是1500 那么比如说你的本金还款是500 利息还款是1000 那么在第一年呢 一年是12个月 你还款了1万2000美元 这样一个利息 那么你的地产税呢 比如说一年是5000块钱 那么12000加5000就是17000 那么另外你的房屋保险呢 一年比如说是1000块钱 那么17000加1000是18000 那么整个的HUA费 比如说一个月100 那么一年就是12000 比如说加大利息是19000 加上你的房屋的额外 整个维修 比如说一年花了2000 还是花了12000 整个加大利息 可能是21000到22000 这种一个所有的成本 包括你去管理这个房子 因为你每年花了超过多少小时 在管理你这个房子上面 这完全你就可以成立 这样的一个business 可以给你自己进行发工资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成为一个专职的这种real property 这种进行这种投资者 那么你就变成管理这个房子 你也是这样一个投资客 那么再按照美国税法呢 所产生的所有关于这栋房子的 或者是关于这几栋房子的 这种income property相关的 所有的税费跟成本 跟这些expense 你全都可以在年底报税的时候 进行1234567全额抵扣 并且房屋的折旧呢 也是可以进行全额抵扣 所以呢 就会拉低你整个的年度收入 甚至可以帮你做成年度是负收入的 那么你赚的是什么钱呢 其实你每个月赚的钱呢 你都已经装在你的口袋里面 因为你每个月有这种本金的收入啊 或者是有这些现金流啊 只不过你是在做账的时候 进行这些做账的 会计方面的这些技巧 可以完美的进行 完全的这种100%的避税 那么更加详细的这些避税技巧呢 各位可以去上网看一下 或者是巴结在未来 有一些相关的这些避税的技巧也可以介绍给各位朋友们 或者是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各自的相关的报税会计师 那么这就是说 在目前第二套房呢 它是不可以进行上述这些抵扣的 因为第二套房 其实也是你的自己的另外一个主要住宅地 所以按照美国税法呢 只要是你的主要住宅地 你是不可以进行上述的这些利息啊 这些折旧啊 或者是进行你这些相关管理这个房子 这些额外支出啊 你是不可以进行相关额外的这些抵扣的 你只有是完全的一个投资品 才是可以进行相关的抵扣 所以这就是二套房跟投资房 在目前的这样一个税务上面 跟你的首套房 是完全有个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一种区别 大家一定要目前要想清楚 你们在进行申请贷款的时候 是要按照投资房还是二套房还是自住房 包括有一些银行 他首先他要问你 你目前有没有自住房 如果你有自住房 他才允许你去买投资房 这是一个强制性标准 那么有些银行呢 他不管 有些银行像华美啊 国泰啊 或者是有一些另外的一些老美银行 哪怕你现在看上一个比较好的投资品 哪怕你现在是在 自己是在另外一个城市 这样一个租房居住 但是你这个房子 只要是能够产生这样一个正向现金流 你的所有的支出 跟你的收益完全是能够cover住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有银行他也愿意 哪怕你现在没有任何住房 也愿意按照投资房来给你做这种贷款 那么在贷款方面呢 就是给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首套房首付是很低 0%到20%都可以 那么目前二套房呢 是10%到20% 那么在投资房呢 必须是首付 目前是在20% 那么如果按照不查收入的投资房来看呢 目前是最低要在首付25%以上 才能按照不查收入投资房来进行买这种房子 法律名上就今天 关于整个如何界定投资房 自住房 首套房 二套房 投资房 这三种类别 如何划分 税收啊 包括首付啊 包括利率啊 八戒给大家详详细细底朝天的 翻了个个给大家介绍清楚了 那么还有不太明白的小伙伴呢 欢迎加八戒的微信进行私下联系 有生活在加州德州佛州等等地方小伙伴想买房卖房贷款呢 欢迎积极联系八戒获得最专业的帮助 好 那么以上就今天整个全面内容 有喜欢八戒的朋友呢 请点赞评论关注 有管的朋友呢 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谢谢大家 我下期节目